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来介绍越南的 古之地道的工兵场的作用 给大家听一下 在战争的时代 越共战争时代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现代的武器 他们首先就是刚刚我有讲过 他是用捕野兽的这种的消除圈的 来去做陷阱 来去抗战 这边就是越共 他是讲到美国留下来的这种的炮弹 没有就是爆炸的来锯出来自己做 这就是美国留下来的炮弹 炸下去 那这就是我们现代的这个吹风机 然后这个就是越共的打铁 这就是越共的工兵场 有没有 来 吹火打铁 哈哈哈哈 越共的冰 来 这边去炮弹 有没有 越共正在工兵场里面的制造模式活动 他们这个还做那个 模型 花灯一样 嗯 花灯 还可以做的还自己做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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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们看到那台铁甲车 为什么被炸货 尤其是炸货 他捡了 那个武器 出来的话 自己在工兵场里面制造 这就是那个越共古之地道的地雷 地雷 他挖个洞 完了之后的话 中间的话 插一个 一只棍在这边 做伪装的 这个铁甲车过来的话 一碰到这个树枝 就会爆炸起来了 还有这边就是那个美军 这个武器的炮弹 其中里面 我们在越南的战场里面 有听过 你们的年纪有听过的话 美国的武器有最厉害的 叫做护子弹 这个颗护子弹 一打出来 放上出来的话 几百颗的小子弹 在那边爆炸 叫做护子弹 就是在越南战场最聪明的 这是越共去捡的炮弹 回来 在工兵场 他们要制造 这边就是所有那个炮弹 他还没爆炸的 他就抢回来 然后自己在工兵场里面 制造 其中里面的话 这个母子弹 他会做 变成了这个地雷 十颗可以变成一个地雷 它那个杀伤力 有没有 这是越共把里面的药 药粉 然后拿出来 测出来 自己做 那边 好 这样 算了 那边 那边 这边 有一边 那边 那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